Hello,大家好,我是Sarah 以这种形象跟大家打招呼呢 千万不要被吓到 因为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做一个粉底的测评 今天用来做测试的粉底呢 就是这两位 这个高屏呢 就是我在年度爱用里边提到过 也比较推荐的粉底 那它呢是我平时用的最多的一款粉底 很多小伙伴看了这个年度爱用之后 就对它比较有兴趣 而且很种草 所以今天我就把它涂在脸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矮瓶呢就是大名鼎鼎 而且热度一枝不减的苏库粉霜 那这个粉霜我是在去年的11月份买的 陆陆续续大概用了有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样子 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非常大热的粉霜和这个很冷门的粉底 分别涂在我的左右脸上面给大家做一下测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不同的效果 在挑选一款粉底的时候我觉得主要就是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呢就是它的妆感 也就是你涂在脸上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第二呢就是它的遮瑕力或者保湿力度 第三呢就是它的一个持久度 那今天这两款粉底的测评呢 我也想从这三个方面来做 现在呢我是处于一个只做了基础护肤的状态 因为下午要出去嘛 我还是涂了一个防晒在脸上 但这个防晒呢是没有颜色的 所以不会影响到粉底的效果 在上粉底之前呢我也不会涂任何的遮瑕 不会涂任何的隔离 就是直接就在脸上涂粉底 这样可能大家会看得更清楚 也会更明确一些 在上粉底之前呢我先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皮肤的一个状态 我是属于一个干皮 而且比较偏干的那种 肤色呢我觉得没有镜头里这么白吧 一般粉底我不会用最白的那个色号 应该会选择第二白或者第三白 就是比较贴近我肤色的 那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黑眼圈比较严重 就是这个肋沟这块 还有就是我偶尔会长个闭口 像这一颗就是前几天长得超大一颗 已经好了 这一颗呢是今天早上刚刚冒出来的 这边脸呢有一颗伴随我很多年的小致 应该是遮瑕也遮不掉的 那这边脸这块有一颗比较明显的质 其他呢我觉得还好吧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那现在呢我就开始上粉底了 现在呢是10点47分 那我就先来上这个 Shera Tuber这款粉底 它的质地我觉得还是也有一点点偏奶油的质感 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刷着这样 这个化妆刷我还是挺推荐的 是皮卡索的313 这个化妆刷呢就是不会留下刷子印 而且刷毛非常的柔软 那现在呢右脸的粉底就已经上好了 这边是没有上过的这边是涂过的 可以明显的看出 其实它的妆感也是有一点点偏奶油质感的 但是不会很亮 就是还是有一点哑光的 介于哑光和亮泽的中间的那种 而且遮盖丽影像这颗明显的这个小斑呢 其实也是有点变浅的 而鼻头的这颗闭口不大能看出来 然后一会儿苏库呢我就来遮这一颗 就是整个的妆效会让你看起来人还是比较精神一些的 但是不会说特别亮很夸张的那种 那现在呢我就在这边脸上带上苏库的粉霜 苏库的这个粉霜呢我觉得它特别烦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盖子永远也弄不干净 就是一直粘到上面 我觉得这超级让我烦 然后它里面呢也是很奶油质地的这种 看我其实已经用了一些了 苏库的这个粉霜感觉没有Shala Churper的那粉霜 更润泽一些 就是有一点点偏干 现在呢我两边脸都已经涂过了 这边是CT这边是苏库 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苏库的粉霜呢 它的遮盖力真的是很棒 我的这个黑眼圈挺重的 像看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它遮得特别的好 基本上已经看不出来了 但是CT这边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印记的 从妆感上来看呢 我觉得苏库的粉霜更加亮泽一些 就是有一种瓷娃娃机的那种感觉 是偏亮泽 然后比较隐形毛孔一点 那CT的这款粉霜呢 其实我觉得更加偏自然 而且偏哑光一些 还是 这个主要就看个人喜好了 我觉得整个的妆效呢 其实差不多的 都是有一点点就是奶油的妆感 看一下这凉坤粉霜在手上的一个感觉 上面的这个就是CT的 下面这个是苏库的 其实质感感觉差不多 觉得CT这个稍微更加滋润 就是有一就是亮泽油一点的这种 那它呢就比较偏干 苏库这是有一点偏干的 在颜色上呢 苏库要比CT的这个偏白 CT还是有一些偏黄的 我刚刚去吃了个午饭 然后吃完饭 我就把妆化了 还卷了个头发 那我觉得这两款粉底在上妆之后 它的妆感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有一点奶油肌的那种感觉 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 而且它颜色和我的肤色融合的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只不过CT这边的粉底呢 我觉得仔细看 还是可以看出我脸上一些细小的纹路 那苏库这边的粉底呢 就感觉它的把毛孔遮得非常的细 整个皮肤看起来是非常的细滑 很细嫩的一个感觉 但是同时它的妆效也是更加厚重一些的 那今天刚好是优衣库U系列发售的这天 所以下午我打算去优衣库转转 看看有什么衣服可以买的 我就随便穿了个T恤和短裤 这样试衣服也是比较方便的 那现在外面的温度呢就是30度 马上要进入春夏了 大家刚好也可以看一下这两款粉底 在一个高温的情况下 它的妆感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在优衣库的试衣间里面 这里边有点吵 现在呢是16点41分 我觉得还好吧 我觉得两边都没有很脱妆 还是那个样子 嗯我在这里面试衣服 试了很久了 但是特别的热 我出了好多汗 但是感觉也还好 没有说掉的很干净 而且今天我也没有做定妆 鼻头这儿刚才被我擦了一下 所以感觉还挺明显的 嗯但是其他的地方都还好 这边苏铺这边也没有吧 就是还是那个样子 所以它目前为止都没有出现脱妆的问题 现在呢是晚上的8点29分 我现在呢已经回到家里了 下午呢我基本都是在逛街买衣服 试衣服 还遇到我的牙医 我们坐在外面又聊了很久 然后打包了个外卖就回家了 嗯基本上运动量还是比较大的 那从早上的11点到现在的8点 基本上我已经带妆有9个小时了 这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那整体看来我觉得这两款粉底的持久度呢 都挺不错的都还OK 除了眼下和鼻翼两边 收收有一点点的脱妆 只不过因为今天外面实在太热了 是那种闷热要下雨的热 看我卷的头发都已经直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点的脱妆 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现在呢就来做一下总结 Shoutuber这款粉底呢色调是偏黄的 酥酷是偏白的 两款粉底的妆感呢都是奶油肌的 只不过Shoutuber更加雅光一些 而苏酷这款粉霜呢是非常有光泽感 非常有亮泽感的这种奶油肌 持久度来讲两款粉底呢都互相上下 遮盖力 苏酷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Shoutuber就需要配合遮瑕膏来使用 滋润度呢我觉得CT这款粉底要好于苏酷 但是两款粉底在我干皮的脸上呢都没有出现卡文卡粉的情况 所以两款粉底都适用于干皮 我觉得夏天也没有很脱妆也是非常适用于春夏的 对于我个人而言呢如果像今天下午这样 只是出去逛个家买个东西那我就会选择CT这款粉底 因为它还是比较偏自然一些的 那如果今天我出席一个正式的场合 或者约会啊或者跟闺蜜出去玩 那我就会选择SUQQU这款粉霜 因为它真的有隐形毛孔的效果 会让皮肤变得非常有质感 看起来是非常精致的 我也是第一次来做这种测评类的视频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整个一天的过程里面 对这两款粉底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们喜欢哪一款粉底 还有就是按下面的订阅键 订阅我的频道 就会在每周一看到我的视频更新 我也会在微博和Instagram上面更新我的每日穿搭 好啦Good night 拜拜